毫不夸张的说 北风之99的人遇到这事都慌 东家打电话了 赶紧把挖机给我开到现场 这一大早给我都催麻了吗 好像说是电缆给干断了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 兄弟们 走我们开着挖机上现场 还是昨天我给挖树梗那给东家 我还纳着闷的电缆断了 你接就完了 叫挖机干嘛呢 找车 就这斗子 斗子也不换了 这斗还大点 挖起来速度也快 走出发 兄弟们跟随我的视角 我们到现场看看 究竟是怎么个事 距离不算太远最多两公里 五分钟到达现场 过来了兄弟们 那边有俩人 估计就是那个地方 走 明白了明白了 我终于明白了 估计就是种山药那个机子 把电缆给干断了 就这挖一个口 这样挖口好的 图料拿去 料后边 了解清楚了兄弟们 怕啥来啥 果真就是种山药的机子 把电缆给搅断了 现场大哥给我指了个位置 先从这个地方给它挖开 差不多差不多 这个这个意思够找 意思这个里边都有山药呢 那你把那捡一捡吧 捡一捡 来别别糟蹋了 那一种中间往下一挖 两边还往下塌呢 这慌慌张张的 我以为多大事呢 可能是着急用电灌溉啥的 要么这急啥 这有啥可急的呢 这还得注意点 看那小梗子吧 那里边全部种的山药 完了我们把土甩到后面 先挖吧 挖开看看啥情况 具体这个电缆从哪断的 我们还不知道 还好 这个地方大杀地 好啊 估计也就十来分钟的活 来的时候着急 都没谈钱的事 先干吧 接着我后发把那头找着 电断掉了吗 电断掉了吗 这边没电 电是没电 你要把闸拉了呀 这边有电没电 找着了一个头兄弟嘛 这可不是我挖断的啊 这是他们弄断的啊 我再把那个头再找一找 这大哥你说说电断了 也不知道有电没电 上来就拿手拿呀 但是一般情况下 你还得以防万一呀 最起码你扎箱 先待个人看着点 要么好多人一看没电了 他过去何闸呀 多危险呀 这个 谁要不是种的生吗 咱表面种 表面种是往下扎根 往下扎根 把这个拖短靴 往下扎根 哦 别拿出那个剪线 你还不动你 你还在里插着呢 然后拧 要把这个全都打开 花都全打开 没我啥事了 他老哥俩慢慢接着去吧 这个沙地得穿高帮鞋 我这布鞋穿上钻沙子 穿布鞋主要是为了舒适透气 我这布鞋穿了一个来月的 内抹防滑 主要是不担心掉底 这边上都走了线了 这样的话大家看不出来 我脱下来给大家看一下 看这上面 哎这一圈全走了线了 特别紧实 我都穿了好长时间了 有喜欢的兄弟们 给自己背上一双 主打着一个舒适透气 完事了完事了 现在开始回填 挖了十几分钟 再填上个几分钟 二十分钟完活 一共干了二十分钟 这钱怎么算呢 搞个弹射几步价吧 不好意思 收多少合适呢兄弟们 给他拿拿主意 我觉得呀 搞个三百块钱也就行了 自己留个一百块钱零花钱 剩下二百 给小鱼上交 大家伙说行不行 要了三百人家东家给四百 完活了兄弟们 看来呀 今天的小金库 又能多收入一百了 好的兄弟们 今天就给大家更新到这 喜欢我的视频 点个小赞 我们明天再见